來 你也變了 你也變了 真的 我們都會真男人了 我們那裡抱歉了 我都會真男人了 YES 那我現在要打給我們 曾經有Beef的對象 就是我們的孫生 非常非常感謝你 也是因為你我才有機會站上小巨蛋 哎呀 別這樣說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大家很期待就是我跟你這場比賽 可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我們其實在記者會 第一場記者會之後 其實我們內心其實就已經還好 真的嗎 我完全看不出來耶 我跟你講 這演戲也厲害耶 不是 因為 我的心腿 你有開馬桑那地 你會撞死我耶 那時候看到你其實很焦慮 真的嗎 因為那時候看到你們團隊 每個人都戴恨意的眼神耶 沒有啦 那時候 那時候是因為我們必須要這個樣子 不然我跟你和好 我要跟你打什麼 哇 那你的團隊也很會演耶 全賽那時候我知道的部分是 其實全賽那時候賣的票 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理想 他們都說因為孫生和愛理之緣 然後突然爆賣一波啊 對 我覺得我們全酬應該跟他們提高一點的 唉 太可惜了 這個都是 JIT 哇 現在變成這個 幹 叫做彈彈 打得很高耶 而且他縮起來 NICE 開始要注意一下孫生 這邊有鳳凡式的打寶 紅鳳凡式 我很對不起梅哥 每一個支持我的朋友跟家人 都輸了 但我真的盡力 對不起每一個支持我的朋友 真的對不起 你也配合啊 你也配合真的 我們都是真男人的啊 我們那裡抱歉了 這個網紅一眼不敢啦 對啊 - 那都錯到了啦 - 對啦 沒有錯 我超美元啊 - 妳也配合人啊 - 妳也配合人啊 - 妳也配合人啊 沒有錯 - 妳也配合人啊 - 所以沒有錯 - 我超標準啊 - 妳也配合人喔 - 好 - 妳看下來 告訴我自己 我盡力了沒 我盡力了 盡全力了 在比賽的每一個環節 我都做到極致 那輸了 我們就要放下 你才有正常的心態去面對下一個挑戰 所以 人生的不如意 十之八九 越挫越勇 不要為了眼前的失敗 就否定了自己 好嗎 那我現在呢 要打給我們 曾經有Beef的對象 就是我們的孫生 哈囉 喂 大橋頭營運長嗎 我想要先跟你說聲恭喜 恭喜你贏得全賽 哎呀 不會了 就挺努力啊 你也很努力啊 大家都努力啊 我先坦白講 我覺得我們 其實可以參加這個全賽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真的很累 超累啊 真的超累 其實坦白說 我在第一次記者會的時候 你不是有跟我講話 對啊 其實我在那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 我們之間其實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我不能表現出這樣的情緒 全賽是需要一個情緒 因為我沒辦法像你表演得這麼好 哦 等於說你把情緒 這個時候 我一直很想讓自己就是有一個 憤怒值 大概是這樣 那你也演得不錯啊 我一直以為你要殺了我 我一直跟我朋友說 我說 啊你要不要是沒槍欸 他以為要不要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其實 我才這麼拚 因為你之前可能有在跳街舞 可是我不行是因為 我沒有在運動 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 精神力啊 對 我有個精神力 不然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之後的記者會 其實你跟我講話 我都會跟你講話 我們還在討論 比賽的規則要怎麼 怎麼定 真的沒有那麼仇恨 然後 我私下跟我朋友練拳 他說 欸你為什麼不打我頭 我說我打不下去 我不曉你會不會 會啊 我一開始也是啊 就是 點到教練頭我就會說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到底是打死你是因為 對觀眾而言那是一個效果 大家一定會想看這個 那我那時候以為你是真正想把我打死 我真正不爽你的原因是 手中講那時候 那時候我承認我真的 XX超不爽你 逢假電倒囉 可是對我們來說那就是一個段子 但是我不是說你不舒服 可能跟你說抱歉 我不會沒事想要攻擊人啦 我就說不管你 機不機歪 不管你討不討厭啊 我都覺得 大家能上這個台都很厲害了 多少人不敢接啊 我覺得大家都很棒了 他們找了很多人都不敢接耶 其實真的 他們其實原本找了很多人 其實我在這一次全賽其實打輸了的當下 我的內心其實也蠻 真的是發自內心的恭喜你 我真的覺得我盡力了 你贏了我恭喜你 而且我感覺的出來 其實你在記者會或比賽贏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特別去想要攻擊我 我完全不會啊 因為像在記者會的時候你嗆我 那時候記者不是一直想要引導你去說一些嗆瞎的話 可是我覺得你講的算客氣 我本來就不會想要這樣嗆的人啦 除非真的是今天是要有劇本這樣子 不然我這個人 我比較少講一些狠話啦 所以你私下個性其實也是算應該算好相處 我超好相處啊 我都沒仇人啦 我唯一有仇人就你耶 我這輩子沒有仇人啊 但是你在打拳的時候 即便你很累喔 你為什麼可以一直一直打 這麼樣的拳 我覺得你超佩服的 我有意志力啊 我到最後其實我感覺出來 你體力是比我好的 我是很佩服你的 我一想起我就覺得其實蠻感謝你的 因為有你才有這個拳賽 很棒很棒 結束的時候你那時候 比賽結束你不是有過來跟我講話 因為我看你在哭哭啊 你抱著教練在哭哭啊 就覺得 哎呀不要哭啊我們都很棒啊 哭屁啊 我會過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我就覺得我很對不起教練 他真的很用心教我 你在比賽之前你不是還搞定滿身汗 在那邊熱身 真的 吵得滿身汗 非常非常感謝你 也是因為你我才有機會站上小巨蛋 哎呀不要這樣說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 因為大家很期待就是我跟你這場比賽 可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我們其實在記者會 第一場記者會之後 其實我們內心其實就已經還好了 真的嗎我完全看不出來耶 我跟你講 你內心也厲害耶 不是因為 我的心腿 你以後我開馬上阿滴你會撞死我耶 那時候看到你其實很焦慮 真的嗎 因為那時候看到你們團隊 每個人都戴恨意的眼神耶 沒有啦 那時候 那時候是因為我們必須要這個樣子 不然我跟你和好 我要跟你打什麼 那你的團隊也很會演耶 你的團隊每個都要推我耶 有仇的感覺會想像 XX 不是啊因為 全賽那時候我知道的部分是 其實全賽那時候賣的票 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理想 他們都說因為孫生跟愛理之緣 然後突然爆賣一波啊 對 我覺得我們全酬應該跟他們提高一點的 唉 太可惜了 我們兩個在那邊吵得離屍活 結果票因為這樣子可能有一點熱度 可能大家才開始買票 因為我們的恩怨比較新啦 他們的恩怨已經很久很久了 我覺得在表演上你真的算厲害 你也比較紅啦 回想起過程當中 雖然說我輸了其實 你回想起這一次都是緣分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就是一個緣分 這是人生的一個緣分 我還要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 那時候我提到你媽媽那件事情 我想要跟你說個抱歉 對 這件事情我非常難過 我想要跟你說聲道歉 有沒有一個機會就是 我可以不可以 跟你一起去拜訪你媽這樣子 啊 因為我 我覺得我媽會嚇到啊 我覺得不要好了 我覺得我媽會嚇到 而且我媽現在年紀越大 她越來越敏感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她只要人一多就會敏感 那時候記者會 你不是說怎麼 不然你媽給我養 我那時候想說 好啊 不然我就養一個月這樣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唉 不用啊 把他當那個什麼 狗狗貓貓 那種網咖包月了 但是也要經過你童言 如果你不行 我也不會不會啦 不用不用 我覺得這個全賽 應該是屬於你的勝利 我覺得我聽起來 我現在的人生 不管是家庭 朋友 工作 事業等等的 我覺得我都算是好的 我覺得可能老天爺 希望透過這個全賽 給你一個 屬於你的勝利 其實你真的很棒 很孝順 然後誤會了 才有這樣的一個電話 都很棒喔 真的 你看你被我做的那滿連血 也是一直過來啊 你也沒畏懼啊 那就一直往前打 但怎麼辦 後來愛你 我得我得先出門了 我要錄影了 好 謝謝你 我也最愛你 OK 好的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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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